文章来源 国民党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参选人赵绍康和妻子梁磊则申报存款于7900万元 股票总价约3300万元 房贷4700万元 另有新北市三笔土地及12笔建物 民众党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参选人吴新盈则是申报一笔在新北市的土地及一笔英国房产一辆Mini Cooper汽车 吴新盈申报存款约250万元 股票及有价证券总价额约3671万元 其中银营投资占最多有307万股 并无有一套价值800万元的蓝宝石珠宝两张保单 以及债务约992万元 民进党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参选人肖美琴 则有新北市一笔土地及七笔建物 一辆Toyota及一辆国瑞汽车 存款1547万3822元 基金受益凭证总价额约273万元 五张保单 房贷约169万元 根据财产申报 侯友宜有台北市嘉义县两笔土地与三笔建物 债券约403万元 储蓄型受险三笔 赖清德则申报台南市一笔土地及一笔建物 一辆Toyota汽车并有13笔储蓄型保单 柯文哲夫妇在台北市 新竹市 澎湖县 共申报九笔土地及六笔建物 基金受益凭证总价额约95万元 并有七笔储蓄型受险 中文字幕提供